为2015年台湾的GDP将比今年增加0.07个百分点 来到3.43% 虽然成长 但也强调国内内需发展动能不足 尤其政府和民间投资都连年衰退 未来要再建超过4%的经济成长率 已经是奢望 是国内的需求 投资是最大的动力 三点多 三点多没办法 看看近期内外资预测 国内机构相对保守 认为2015年约在3.5%上下 而外资巴克莱4.5%最高 但平均3.5%以上的成长空间 也让国内银行调查发现 投资人对明年景气看法是中性偏多 其中40.6%的民众表示 如果有1000万元可以动用的资金 愿意拿一半出来投资 如果以保守的绵羊 稳健的山羊 追求成长的林羊 和积极进取的黑羊等四大族群来评估 山羊族约占53% 人数最多 现实投资人步步为营 也希望追求报酬率 比较偏一个中性 然后要有一点点保守的一个环境 因为我们毕竟来讲 就是说整个全世界在金融海啸之后 它的这个复苏是很缓慢的 可是毕竟来讲 也已经走了六年的多头了 财经专家建议山羊族 保留一半的现金 而勇于挑战的黑羊 把握年内低点 危机入市 选择属于自己的投资方式 才能在2015扬年 洋洋得意 谢谢叶子娟章浩普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伊藤3C减压多胶镜片 看远清晰 看尽舒适 现在配伊藤3C减压多胶镜片 多胶的价值 单胶的价格 超值又舒服哦 小林眼镜 啊 雪 雪 只要回到 我的感觉 美丽 日本专利设计 316不锈钢精致 台湾工房 大事的拘捕 尝试一下 消失了 好香 太和工房 316不锈钢保温瓶 坚持做最好的壶 许多暖风机 无法有效地输送暖气 Dyson Hot Plus Cool冷暖气 采用Air Multiplier 气流倍增科技 在冬天 大范围送出暖气温暖房间 在夏天 平稳送出强劲冷风 为您降温 一年四季 只需一部 Dyson Hot Plus Cool冷暖气 Dyson 没有完美世界的话 就不会认识我老婆 也不会有这个 完美世界的宝宝 认识我老公 可以想要跟他 洗手相伴一身这样子 如果他还能 长长久久地下去的话 我们应该也会 长长久久玩下去 完美世界2 12月10号 感动启程 猫猫购物网 1212 击杀五折 只有两天 张客户 答复你 Glip Swap 山平药 还有数千种品牌 五折起 快上猫猫购物网 青春霸道 Killin霸壁 安宜告诉你 检测行动力 只要三个动作 首先从姿势检测 2.柔软度 3.平衡感 要有好的行动力 需要骨骼与环节健康 心安一关键 全方位升级 含有十倍葡萄糖胺 滋润重要环节 小分子超微钙 让骨骼更健康 行动更灵活 心安一关键 全面提升骨骼与环节健康 青春霸道 Killin霸壁 好 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策略策略 给我策略齐云免谈 因为你看到 有些小型股 当然投资人怎么样 快 很准 策略 再讲一次好不好 这两三年 我们说大盘的内涵 交易的内涵 它会改变 这全世界都一样 但是它的成交 以及涨跌的架构 全世界都不会改变 好不好 你说大户会骗线 但是量就没办法骗 什么时候进场 什么时候出场 加上现在的资讯 连筹码都给你看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一样 虽然大盘就以这个环境来看 台股的内涵已经配变 也就是说它没有那么大的量能潮 那样子的一个架构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内涵里面来讲 你就必须改变了你一些的策略 相对于来讲的话 资金小的这种朋友 反而操作的这个容易度 会比较来的轻松一点 资金大的 你要如何去做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布局 那就比较来的困难 因为资金潮的这个问题 如何在资金大的一个朋友 如何去调整你的股票 调到它现在这个时候的一个主流内涵 以及调整它现在多空的一个趋势 那样子的一个架构是相当的重要 所以再提一次 也就是说小资的朋友 资金比较少的这个朋友 不要那么麻烦 照样我们就盯住主流内涵的股票 你不要这样子要做 这样子要做 这样子要搓一支 这样子搓一支 到时候都抓骨骚 所以主流内涵的股票来讲 我们会比较来的喜欢说 你旱地拔虫行 底部攻击带跳空 我们说在内涵上面来讲 你跳空上去 我们说这一周 其实你包括台卫体也好 我们来看一下台卫体也好 基亚也好 云层也好 都是这种强攻之后 做这种那么强的 这种超强势整理 这个这样上 上给你差不多 已经都超过7%的一个架构 台卫体云层 这个整理的一个架构 有没有坏事呢 它根本都没有破坏 整个这个架构 哪有破坏 连缺口都没补 那么好的一个承接机会 你不去接 那样子的一个架构 就好可惜 你懂吗 所以不用说 太麻烦的一个 操作原则级策略 请注意 只要这个量能潮 没有大改变之前 我们期望能够 整个市场能够 大幅的热络起来 把大户条款 完全给它取消掉 我们也能够祝福财政部 能够由交易税里面 在明年能够大幅的增加 好不好 增加国家税收 对 而不是去压抑市场 这个杀鸡取卵 那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想法 所以这个 这个主委也讲出我们的这个心声了 也就是说 这个不能够 这个不能够这个生意作业大 你反而要跟人家一颗税 所以人家都会跑掉 大户都是这样跑的 所以这个内行 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而且是怕被查税 对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11月份的这个营收股里头 那么这个族群里头来讲的话 我们都可以注意一下 有一些我们有上个礼拜 有列 我这一周没有列出来 就是说 像说保存 它还是一样 架构还是很好 可是因为大型股 它在这个地方货 在这边晃的时候 有带这个量 在这边晃的时候 你可能会比较浪费时间 当然你如果是已经先买进的朋友 他已经走12345 在第五波段 我们说操作的原则级策略里面来讲的话 大型股不买第五波 以及不买指标在高档 这个架构上面来讲的话 也请大家特别注意 所以我们刚刚列的那一组的族群里面 所谓的在营收里面 也是这一次的量能里面 表现得比较好的一些的个股 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在攻击做拉回 一样它如果是能够攻击 然后做拉回 架构上面来讲的话 你都可以做一个积极介入的参考 OK 谢谢请坐 那刚刚博杰特别提到了西夜市展 所以每次这个 因为它是年初的一开始 所以最热门的 其实聚焦的眼光 其实就比较时尚 流行趋势 我觉得明娟比那个研究产业研究员还要厉害 我说真的 天天都听你们的 其实这个今年就是2014年 我觉得很多东西它成长在有点到顶的感觉 所以2015年变成你很难去看得到说 有没有一个有亮点的东西出来 不过我有看到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地方性的选举当中 我发现有人去感谢乡民 对不对 有人用巨量资料来算选票 算他的支持率 对不对 那云端也支持到这种网路部分的资讯去做流通 其实它告诉你一件趋势 就是说在这个网路的时代里面 现在大家已经进化了 现在已经不知道是几点零了 你看到电子商务的部分也都是一样 像我们已经是婉君阿嬷了 你没听过谁叫婉君表妹吧 我知道了 婉君表妹那个女生现在已经长大了 我忘记她叫什么名字 对对对 那首歌还很熟悉 只是说我想其实在目前来看 我觉得今年的趋势 2014 2015 巨量资料跟云端这个区块 就是卡到刚才讲的网通的部分 我想这是2015一定会持续一直发烧 另外大厂抢进什么 物联网跟穿戴装置 好 那你看到这一次宏达电说 这个2015要推这个穿戴手环 对不对 好 那我还 我也不是说要泼拉人水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如果以物联网跟穿戴式的商机来说 一定是物联网比较大 那穿戴式的商机在于哪里 在于个别公司而不是产业 因为目前来看还没有发展出一个 类似智慧型手机这种杀手机的产品 来做一个很大的应用 所以目前来讲我想物联网会比穿戴式来得好 那再来的话 微软在这里已经开始推出Windows 10.0了 它开始顺应名义在改 另外最近有一个这个新闻 讲到说中国大陆开放网咖的审批 以前是这个所谓先审后有兆 那现在什么 先有兆后再审 所以我想在大陆的PC跟NB的需求 这个区块 这个有研究机构预估 明年大概至少500万台PC的换机槽 所以这里来讲相关的PC跟NB的部分 我觉得在第一季搞不好 就会有一个极丹的效应 所以综合以上的趋势来看 我帮大家归类出一些 这个重要的指标股 你可以去做观察 当然第一个 这个USB 3.1的部分还是在创为 另外连接器 2015年的连接器相当的热闹 包含这一波拉上来的加折 甚至获利比加折好的东硕 另外这个比较低档的红字的部分 也都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区块 是轮的相当的激烈 那再来的话 我们往下看 包含像伺服器刚才讲到信滑 那另外物联网的这个区块 申科跟指标股的立望 以及刚才讲过的陈宏 那再来的话 我想包含像零组件 尤其是这个NB键盘 甚至在主机板的部分 这个技嘉 晶元 以及这个低档区的伪创跟音业打 我想都是可以来做观察 OK 好 所以领先不是等到展览的时候 也在做准备 对 没错 非常感谢请坐 所以物联网的商机是蓬勃发展 那我们也拜托 专人大哥来到镜面 强弱股要跟大家追踪 但外资今天卖起金融股来 也都不客气 这边除了这个提款机 鸿海还是一直够不够 台积电 哇 我们可以看到 好多档的金融股啊 没有错啦 因为其实基本上金融股 我们刚刚在看 这相对强弱势的一些个股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并没有出现 那可是你如果说 为什么会卖金融股 因为基本上那个 你如果从选举 做一个这个关键的话 其实前面来讲 外资也有买相当多的一个金融股 那其实这边来讲 如果你是个整理盘 它不可能某一种类别股 这个持续买 除非你说是 类似像这个 金元代工的一些指标股 它可能持续买 因为什么 持续的加码 那就是做一个什么 方向性的一些这个资金 那另外很可能就是说轮动 所以也会发现说 为什么加权指数 目前来讲 它其实基本上 是处于一个比较正当整理 但是有不同的类别股 各自出现表现的一个现象 所以从这个刚刚提到的 外资买卖潮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好 那赶紧来看看 从强弱股来做一个搭配的 对 因为我们刚刚特别讲 就是说业绩还是一个重点 那所以我们就很快去看了 毛利率跟这个美股盈域的变化 加权都是用台币 然后这个美股的部分是用美金 那我们去看看一个趋势 为什么看一个趋势 这是第三第四季整体的 但第四季还没有过完 它是一个预估值 我们要去发现 这些指数是不是在第四季的时候 都是出现成长 如果是如此的话 在一月公布的这个财报周当中 当然来讲它是具有优势的 它的反应很可能在12月底 就还是反应了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要去做一个这个掌握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说 看整个虽然是在第四季 还没有过完 但到12月10号这个时候的一个变化 那其实这个地方来讲 很明显看到 如果你从第三第四季来看的话 刚刚我们再请导播 打上一页的加权 这是那 对 加权 你可以发现这当然都是成长 可是基本上来讲 你在美股盈域的部分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成长之后呢 可是台湾加权在第四季整体来讲 它会稍微出现一些这个衰退 可是问题是说 有些个股是强势的 这个是一个重心 好 那另外我们再去看 为什么我们刚刚也提到说 电子股其实基本上 在这一波还是会是个主流 也就是说你从大士达克的指数 你可以很明显发现 它成长的幅度非常大 如果以单第四季 那如果说今天来讲 到12月10号的话 它虽然稍微做一个这个修正 可是你整个第四季成长这么大 表示说后面剩余的这个时间 它的一个成长空间 是相当相当大的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部分的电子股 基本上从目前的走势来看 它似乎还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主流 而且你可以从它的美股盈余部分来看 这是美金哦 第三季47.6 第四季可以估到59.4 可是到12月10号的时候 是只有40.9 所以这边它留下了一个空间 那留下来的空间 它有爆发力跟成长性 当然它的股价就比较容易反映 那么再来我们去看一下 下一个是标准普洱500 当里头也有一些金融 这个电子股 不过电子股比例比较少 金融股比例比较高 其实基本上也是有10个百分点的成长 目前有没有 但是你可以很明显发现 如果它从12月10号到第四季来讲的话 美股盈余部分 它的成长的幅度有很小 这是很明显可以看出来的 另外看肺半 肺半其实基本上 就是比较一般 比较一般性 成长幅大概5个百分点左右 那这边来讲的话 还是有成长 但是不大 刚刚在纳斯达克看的最明显 另外看一下 以中小型股为主的 因为我们刚刚有看到它的这个净益率 在11月12号到12月10号的变化 那现在是看第三季 12月10号跟第四季 你可以很明显发现 它如果在毛利率部分 以季成长到21.7 可是到12月10号的时候 它还比第三季 衰退0.1个百分点 是第四季整体在计算的时候 开始出现大幅的增加 这个就跟刚刚我们提到的 像纳斯达克很类似的 那美股盈余部分来讲 这都是持平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什么太大的跟第三季的变化 可是到第四季终结的时候 它基本上是成长的 所以说如果有题材 又有一个预估基本面的一个支撑 那并且目前掌握这些筹码的 也是非常注重这些基本面的 可能是投信啊 或者法人之类的 那当然这些部分你可以留意 当然股价涨高 你还是要注意 可是这些趋势来讲 是不是也隐难 好像跟目前盘斯 是有一些这个牵连 那当然另外一个也是小型股 是美国的2000 当然以美国本身 营收大概占七成的这些个股 其实基本上来讲 它就是蛮持平的 你看尤其是12月10号到第四季 以及就是说 这个部分美股盈余的一个变化 都没有比较大幅的反应 所以这边来讲 从这个基本面 你可以做参考 甚至为以后的超级财报之后 做一个预乐的动作 那么当然看个股筹码面 这个部分来讲做一个操作 哇内容好丰富哦 今天天气晚上是冷了起来 但是从三位今天 给大家讨论的一个重点 可以未来一个礼拜 好好地做准备 机会就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大家从期货看现货 千万不要走开 遗心牌独创热水倍增科技 内桶三格区 冷热不混合 比传统热水器 加热快六倍 热水多一倍 好用强一倍 安全多一倍 体积小一倍 电贝少一半 现在满油打折 医生都用这一瓶 我是长根皮肤科医生 你美清 直脆逆龄精华油 脸部抗老的第一道防线 直脆逆龄眼唇精露 眼唇修护的第一道防线 DF美肌医生 直脆逆龄全系列 精选商品半价购 百家民店全球精品 亚洲最顶级居家购物中心 纽约家具设计中心 2014年中期 百万赠品 火力全开 台北巴德馆 内湖馆 新装馆 台中环中馆 传说中苏格兰 最老的酒厂 威士忌的灵魂所在 摆文 不如你见 买微雀 造访微雀 精神庄园 还可抽iPhone 6 纽约家具设计中心 台北市巴德馆 新开幕 台北市巴德鲁 龙江路口 女神魅力就用心机 自身堂心机彩妆 超高性感度 超美女人唇 瞬间融化服贴 美容唇油精致 绝美色泽 女神魅力就用心机 心机心魅唇高 传说中苏格兰 最老的酒厂 威士忌的灵魂所在 摆文 不如你见 买微雀 造访微雀 精神庄园 还可抽iPhone 6 奥迪A4 动能与效能的完美协奏 A4 Sedan 25TFSI 优惠实施中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好 回到现场 我们赶紧来 欢迎是汉伟 谢谢您好 您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从期货看现货 明天晚上8点 古海洋帆 汉伟先就要到 大家如何操作ETF 操作期货 操作选择权 操作权阵 对 所以这个节目 非常的精彩 大家要记得准时收看 也就是说这个 衍生性商品的一个部分的话 如果对于整个 未来盘色的部分 其实在判断上面 或在避险上面 它的运用 其实非常的一个重要 很有趣哦 听话哦 对啊 所以我们因为为什么 这个 所谓的期货的一个部分 这么重要 是因为我们下礼拜三 就是所谓的一个 台子期的一个结算嘛 对啊 那你下礼拜三 又卡到所谓的 大户条款的一个表决 所以